大家還記得5月4日我們開了一個特別內會 特別內會大家的決議就是認為 陶謹申議員處理了兩次會議都未進入選主席的程序 所以就提出更換主持人 但是由於當時原有的主持人陶謹申議員 也並非一個正式的主席 所以內會的指引不經他處理 也是一個恰當的處理 坦白說如果一個我們認為不恰當的主持人 如果再交給他處理我們內會的指引 也是自己陷阱賣場 所以用回調方式去落實這個特別內會的指引 我覺得也是合適的 也是一個名字決定 也是一個合乎邏輯的安排 也是主席